2020下半年 走势大预言 党国凌乱 川普当选 中领馆外碎纸车 都别闲着麻烈干啊 销毁证据 碎碎 平安 三万字痛骂蓬佩奥 老彭表示很冤 上回演讲都骂我了 莫非第二轮帮我免费做宣传 老中医吞吞吐吐 道真言 五统六统不讨论 他们知道我怎么干 好戏刚开场 小板凳呢 头盘呢 往里搬 快人快语 天下事 京腔京韵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观众听众 大家好 欢迎光临欢乐醒脑的老北京茶馆 品大碗茶 听大实话 我是刘卓 我李正 开板上灯谜 大伙猜猜 说的是啥 说着 我们听听啊 听着啊 冷一天 热一天 猫一天 狗一天 高兴一天 鸡眼一天 一千个理由一天 三万字的口水一天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乱七八道啊 听着就糊涂不知道 不知道啊 听着就糊涂 不行啊 人家都说脑门赠光瓦亮的人 聪明绝顶 猜谜猜一个准一个 您这不行啊 这脑门亮跟猜谜要什么关系啊 我这是为了晚上省电 哗 节能行脑门 甭管什么行吧 说你灯谜吧 行行行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没猜出来 有一句我能猜出来 一千个理由 这肯定说的是习近平说那中美关系 中国有一千个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 有门 往下再猜 再往下 那没了 算甭下当工夫了 直接说谜底吧 什么呀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也成 告诉你啊 我说的是党国的大外交 党国大外交 你说是王毅挂牌开吹那习近平外交思想吗 那么说也成 说总指挥大阴谋家王沪宁 以及战狼队员们的共同成果也成 哦 对 团队作业 总加速 小加速 总冲锋 还有小冲锋呢 哇 一群妖精 反正不管谁的主意吧 在外交事务上 表现出来就是 一会冷 一会热 一会风 一会雨 猫一天 狗一天 一直处于急转弯和变脸的纠结之中 精神有点不太稳定 控制不住情绪 有事没事 他老犯病 挨脱乱 这不嘛 刚刚又发作了 8月24号 中共喉舌新华社刊发了3万字长文 痛骂米国国务卿蓬佩奥 这又怎么了 是不是蓬佩奥访问那以色列 到东欧非洲合纵连横移动游说 把习近平困兽游斗了呀这个 哎 有那个原因 最近 这老鹏合纵连横大结盟 确实把中共那废管子给戳着了 党是邪火乱冒 憋了好几天 最后终于情绪战胜了理智 我还是先骂痛快来的 说不我 23号 中共喉舌新华社洋洋三万言痛骂蓬佩奥 25号那天 人民日报、中新网等等大小的官媒纷纷转发 一时间无数网友围观吐槽 场面相当壮观 党要娱乐治国了 这场骂战 新华社领弦 题目叫 《蓬佩奥涉华演讲的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 不是 这到底是满嘴谎言呢 还是事实真相啊 这个不能明说 这得靠读者猜 新华社也喜欢玩登迷 文章开篇直入主题 说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 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 挑拨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联系 你等会 三万字这么大阵势 就是一篇旧演讲 你可别小看这篇旧演讲 这可是举世公认 著名的反共席文 那倒是呀 不过这帮党的板砖智囊早干嘛去了 刚睡醒还是怎么着 问题是那么严重的反共演讲 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来痛斥啊 这倒也是个问题啊 那会儿 大个旗差不多 也许正在中南海举行帮派拔河比赛 推忙 顾不唱 明白 单说这篇痛批蓬佩奥的雄文 长达三万多字 占了人民日报整整三个版面 三个版面 文章作者 不厌其烦 揪出了26段蓬佩奥的讲话 逐一进行批判 26段了 还摘一瞅 别是打入共军内部的西方反华势力 帮蓬佩奥给中国老百姓通风报信的吧 啊 不过这还真有点像你说的 文章从26个方面向墙内的韭菜们 传递了蓬佩奥的真实声音 咱听底段啊 这段 中国人民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是 为中国14亿人民代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诚实意见的恐惧 甚于对任何敌人 不是 这句都敢直接引用 这句敢直接用 还有呢 中国不是自由国家 14亿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监控迫害 中国重复了苏联曾经犯的错误 拒绝赋予人民财产权和预测的法治社会 完 人日真被反华势力攻陷了 还有 美国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自由灯塔 中共国渴望建立全球霸权 威胁国际条约 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保护中国人民 此处有吃瓜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我也真是服了 你说人是这主编编辑 八成要造反起义还是怎么着 原封不动帮这白头海雕当船声筒 这倒也不是 您想啊 三万多字这篇文章 蓬佩奥这原话只占了一小部分 猜多少字啊对不对 大量的 还是党 甩开塞帮子 骂街那话 哎呀 这下午一身冷汗 这才像个倒霉呀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说特逗 他说人民日报今天发狂痛批人类公敌蓬佩奥 使出了吃奶的劲 火力全开生死礼节 几乎虚脱 中共建政以来 好像还没哪个外国高官 单独享受过如此VIP待遇 原因只有一个 彭卿周游列国只干了一事 把中共非法永久化 瞅见没有 这还是老鹏结盟灭共那事给倒闹的 把中共非法那性质给永久化了 没错 围观的网友还议论纷纷 说 本来在国内看不着这彭帅的 搅供习文 通过这种方式流传开来 开启民智啊这个 这不是有人用心良苦 就是自摆乌龙好事 没错 还有人回复 老鹏真是转翻了 凡是能上共产党日人民报被专版专骂的 这绝对对当事人人格的最高褒奖 还有人说 不是一直喊不是下大的 奉陪到底吗 对呀 别怂啊 让战狼们出去接着喊哪 反正我看奉陪到底这事真悬了 你看那消息了 旧金山中领馆也开始销毁文件了 啊 藏匿唐娟的旧金山中领馆也要被驱逐啊 要不要被驱逐还真不知道 不过赶脚里边的中共外交特务们已经开始先下手为强了 行 24号这天有媒体人发现 中共驻美国加州旧金山的总领馆外边出现了一个中型的碎纸车 停在哪啊 停在领馆后门的车道上边 疑似销毁文件呢 旧金山中领馆 这跟一个月前被关掉的休斯敦中领馆 怎么有种六亲同运的感觉啊 六亲同运 真别说 好像中共这个驻美国领馆还真就是六个 完了 真要同运了这 估计是吸取休斯敦中领馆那个教训了 纽约不是已经先行一步了吗 对 8月6号、7号连上两天 中共驻纽约的总领馆外发现停了两辆大型碎纸车 在纽约曼哈顿的十二大道上 光天化日之下也销毁文件了 光天化日 这叫春江水暖鸭先知 里边人非常明白自己处境 你说也是绝了 一琢磨自己处境立马开始上碎纸机 这都什么逻辑 这逻辑特简单 销毁证据 大使馆的人知道他们干的那些勾当 没法见光 也是 没事老教唆间谍 盗窃人家美国的技术资料 还有知识产权什么的 还不光那 有知情的华人已经在媒体曝光了 说销毁的文件里头肯定有一部分是中领馆逼着华人签的声明书 内容什么呢 自己承认自己政治庇护是造假 这是证据 证明中共已经把人权迫害延伸到海外了 所以必须赶早赶紧销毁 是 这消息我看了 回到美国以后通过政治庇护办身份的人都知道这种事 有好多人因为信仰受迫害 辗转来到美国 为自己办的是政治庇护的身份 难而这种绿卡的人要是申请更新中国护照的时候 领馆非逼着他们签那个声明书 这个俗称叫投降书 等于说什么呀 等于是自己承认自己政治庇护是错误的 是为了获得合法身份才干的 其实自己没有遭受任何迫害 最后还得让你保证说 不再从事任何和政庇行为有关的活动 什么这个内阁的 听听没啊 这等于自己承认自己造假 对 这罪过大了 对于美国来说 有位中介张先生代办中国护照的延期业务 他就说 纽约有好多家代办中国护照的旅行社 他们都会教客人怎么通过 必须填写投降书 承认政治庇护造假是错的 保证以后不从事相关事务 这护照才能办得出来 这还有一人证呢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 17年6月6号在推特上披露了一事 他在当年4月19号去中领馆申请换护照 工作人员问他是怎么取得这绿卡的 他说是六次绿卡 工作人员让他填写那个申请政治庇护者的表格 其中有一栏要求你填什么呀 填写对政治庇护错误的认识 这是表格认罪 杨建立是把这事他给兜了出来了 但是这一般人他不好意思说这种事啊 人员被侮辱不说弄不好给自己找麻烦 这不等于是公开自己承认 政庇造假欺骗美国政府吗 您就说吧 一个政府的外事部门公然程序化合法化 逼着每位华人给自己做欺骗美国政府的证明 这不是坑害海外华人事什么呀 是啊 我看那个福州移民陈先生也经历过这种事 就他本人他的亲戚还有老乡 到征领馆办过的护照延期都遇到过这种事 他自己当然是不愿意签 他就说我父亲是黑五类 我在政治运动里边受尽了苦难 后来我老婆又被强行打胎 我确实受到过迫害 我没有造假 为什么逼我说造假呀 这是共产党把迫害引伸到美国 川普政府是真应该查一查这件事 但是他就说他这外甥女儿为了拿到护照 被迫无奈签了那个保证 也没辙呀 中国外交事务在美国还数十年如一日 现在坚持干坏事呢 您到了国外都不能让你干干净净的 除非你跟国内断绝往来 否则哪怕家里老人去世 您要奔丧回国 都免不了挨这么一下子 川普政府真跟中共脱钩那天 这黑活才能彻底收手 要说川普确实好几回谈到了跟共产中国脱钩的可能性 眼下也有迹象表明 美方似乎真在要求中共方面减少驻美的外交官数量 或者干脆减少众领馆的数量 这都明摆着 现在虽然党是怀着渺茫的希望 盼着那拜登这次大选 万一抱一个什么大冷门 党也能再续几天命 只可惜 党心里也有数啊 知道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6年那回 民调版的希大里捧到那种程度了 党也捐了无数的政治投资 最后摔了一鼻青脸肿 现在拜登照当初希大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老拜登临场反应 应对记者的问题辩论 简直都赶上那老年人参加越野比赛了 看着都让人捉急 甭捉急了 我就是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老板 去年就已经下结论了 川普肯定连任 他们从哪看上来了 从哪看上呢 就从衣服帽子旗帜上看出来 去年微信朋友圈上有一张截图显示 义乌商贩通过美国订购旗帜上的数量 提前五个月预测出川普连任胜出 义乌市叫海特服饰有限公司的老板叫程杰晨 他就说 公司在阿里巴巴还有亚马逊上 两大电商平台备货 当时备的几乎全是川普主题元素的棒球帽 川普款的棒球帽 销量不错 有的一单就5000顶 销售数量种类川普的旗帜 也是明显多于其他竞选对手 说到这 我还想起个事 推特上还有人晒川普竞选的帽子 他那个拜登竞选帽子那个商店上的货架子 甭说销售光商品摆着的 川普就是秒杀拜登 满眼圈各种款式川普美国继续伟大的帽子 老板那帽子 就一种 咕咛咛 跟底下放 保不齐 大使馆的人 美国的帽子店 没少溜达 实力踏访去 一踏访 这心是更巴凉巴凉 严重怀疑 现在中共大使馆 使领馆的人 在不相信左派媒体的报道上得排第一了点 心说话 天天给我党放烟幕弹 全是瞎忽悠 让我们麻痹大意 放松警惕 到时候就把川建国放过去 论大锤砸我们 还有那些所谓主流媒体 宣传的那些蒙人的民调结果 什么大选预测等等等等的 基本可以当成是华盛顿沼泽 冒那沼气了 真正美国的民意 跟那个关系不大 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人完全不理会 左派媒体那自嗨的假新闻 对了 我刚看一消息啊 英国快报的 有个当地的预言家 他预测说川普大选会胜出 还说 中国国内会发生群体骚乱 还有很多地方还会有大地震 啊 什么情况 具体 这个是英国快报25号那天报的 这个预言家叫帕克尔 也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刚刚把自己对2020下半年的预测 告诉了快报的记者 哦 那他预测川普连任了 对呀 他还预测了好多细节呢 他就说 川普在这次大选里面会赢得很多 类似于佛州当年 人们没有料到那种会支持他的州 并且最后赢得这个大选 有惊喜 帕克尔还预测 说川普不会下台 但是呢 他一个最亲密的盟友会背叛他 哟 谁呀 帕克尔估计这个川普总统 最亲密的盟友可能是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 以前的市长 朱利安尼出任过联邦检察官和纽约市的前市长 他是川普的密友 哎呦 胜出 但是也是充满了荆棘坎坷和别离 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坎坷呢 帕克尔还预测 说川普总统会遭到弹劾 帕克尔把这个弹劾称为美国深层政府 叫Deep State 又说是暗势力和暗黑帝国发起政变 不过他也预测了 说这起弹劾 令川普总统的总统地位更牢固会 又玩那黑活呢 不过这位是越搓越勇 越搓越稳固 另外 帕克尔还说 说川普民主党的对手拜登 会因为一起丑闻失去参选的资格 最后谁呢 他的竞争对手 会改成沃轮 虽然沃轮目前已经由于表现不佳 他已经退出这个选举了 后来有变化 这还 那你刚才还说 他预测中国呢 对 他还预测了 说2020下半年 中国大陆发生大面积的骚乱 而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贸易战将更加激烈 除此之外 他还说 说2020下半年包括日本和印度 很多地方都会有大地震 美国也会出现很多次大地震 而且美国连迈阿密将发生海啸 有一个小岛上的火山还得爆发 但是虽然现在不知道这个小岛具体位置在哪 不知道 哎呦喂 这么多事儿听出有点善的 可不吗 这个报道还说了 帕克尔18年的时候曾经预测川普总统会连任 但是也会遭到暗杀 而今年2月份确实有一个人 拿着刀 试图闯入白宫暗杀川普 哎 这事儿我知道 确实有这事儿 当时川普被保镖紧急叫走 正开记者会呢 本来让他去地下室 我记得好像媒体说 后来川普没去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王者不死 真是那块料的 邪不压正 邪的歪的动不了他 不过这位英国预言家倒是没有提 有没有台海战争那事儿 哦 不过这也行 不提也行啊 这个呢 川普自个儿就已经宣布结果了 等于是啊 23号福克斯采访川普 记者就问 中共武力侵犯台湾的问题 这川普回答的非常有内涵 大伙听听啊 川普说 我不想说我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在这儿谈论这事儿不合适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题 但是 中共知道我想干什么 得 这一尊又要上厕所了 其实稍微一分析就知道 台海战事 美国出手 那是第二步的事儿 关键是第一步 这党敢不敢往外卖 共军敢不敢供台 有什么实力 自个儿心里最清楚 还真是李正书的意思 其实民间也有好多内行 没事就给科普一下 给咱那战狼们酱情温 华夏日报有一帖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说 这帖子这么说的 朋友找我聊天 说中国的歼10飞机 可以与美国的四代战机比美 当时也是我嘴欠 一不留神 说这歼10用的是乌克兰的发动机 它又特别吃惊 问为什么呀 我就解释说 本来要用咱国产的太航发动机 但是一测试 发现太航发动机只能用800个钟头 而乌克兰的发动机能用3万个钟头 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喷气发动机 是劳斯莱斯和波音的 能用25万个钟头 但中国它买不着 这朋友好像不太开心就接着问 说咱中国的战机真的只有800个钟头吗 就是啊 我说是啊 主要因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生产的材料特别低端 在喷气发动机上 工作时候不耐高温和高压 所以材料疲劳性特别强特别快 800个钟头就烧化了 而尖端材料只有美国、德国、英国、坠点、日本能生产 但是作为战略物资 人家不卖给中国 哎呦 你听听听 我又给他介绍 说是尖时啊 这个电控系统是美国的 这液压是德国的 电阻器件是日本的 CPU是美国的 机身材料是俄罗斯的 晕菜了这 朋友听完倍儿丧 否则到现在为止也没跟我联系过 您就说 这个党媒能不骂蓬佩奥吗 一天到晚串联去 把这些卖家都给串联走 什么也买不来了 可不吗 所以说 不是没有真相 就怕您不敢面对 好嘞 凝聚正义良知 开启国人智慧 欢迎您订阅、分享、点赞、欢乐、醒脑的 老北京茶馆 让这束星光 照亮更多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